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入山修炼 我们在黄庭经中也是看到了要入山 你们在诵黄庭经 人间愤愤秀如如 你要早些入山去修炼 那么我们为什么带着大家远离红尘去山中修炼 实际上都跟经中是相对应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能远离电磁波的辐射 远离飞机的噪音 城市的多种汽车声的噪音 各种机器设备的噪音 在完全一个天和地都宁静的地方去修炼 在人间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 但是你们去了沟登谷 在我们的黄庭那个点上的话 确实是什么噪音都听不到的 连汽车声音都没有的 那么这个电磁声音也没有 飞机也是没有什么飞机在那飞过的 那真是一片人间的净土 那么刚才讲的 我们回到中央喜马拉雅山这个位置上 它是一个中宫 中宫地望北望南望西望东分成四个正方向的龙脉 这就是东方龙脉 西方龙脉 北方龙脉 南方龙脉 南龙是从尼泊尔下来 一直走泰国 走马来西亚 走新加坡 实际上真正南龙 中点 它回头的地方在哪里呢 海拔四千米的 我们在沙巴州 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有个神山 那个点我前几年去过 它走到那个地方才回头了 回头了 那么这个解穴呢 就是在金马轮 那个是海拔两千米的地方 是它的解穴地 那么这个北方龙 是我们去年去过的 就是奥罗斯 那么最近可能你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追踪 这些科学报道 最近在科学界 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报道 就是我们地球磁场在变化 已经从这个多少年前 从北极 是从加拿大那个地方 应该经过了多少年的飘移 现在已经飘移到了 俄罗斯 俄罗斯为北极 这是由一个偏到 回归正的一个过程 因为西马拉雅山 往北方向的这条龙 到乌拉尔山 那么截穴 那也是乌拉尔山 也是两千多米 的高峰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 这个是四正 也就是说 从西马拉雅山往北方发脉 走俄罗斯就对了 从俄罗斯北 只归北极 这是导正的 地球由原来偏邪 导正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前这几百年 是偏的 现在才回归正了 回归正了 然后呢 这一正以后 好了 为什么 我们由偏邪的地球词上 变成了四正 四方 四正 这样的一个人间正道 开始畅形的一个时代